大家好,把鸡蛋倒入开水中,瞬间变成一道快要失传的经典名菜 很多人没有见过这个独特做法,下面开始操作 首先准备五个鸡蛋 把鸡蛋摆入盆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清水 把鸡蛋清洗干净 鸡蛋表面有大量的细菌和大肠肝菌 所以打之前最好清洗干净,这样更干净更卫生 洗净之后把鸡蛋打入一个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少许食盐增加底味 再加入一勺白醋,让鸡蛋更嫩 然后把鸡蛋搅散 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准备和鸡蛋液等量的清水 再准备一点小葱,切成葱花 然后把清水倒入锅中 大火煮开之后转成小火 把鸡蛋液倒入锅中 倒的时候不要太快,要慢慢的倒 鸡蛋液稍微凝固一下 用铲子轻轻的推动 推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 我们炒的时候也不要着急,用小火慢慢炒 让鸡蛋慢慢的凝固 把鸡蛋炒至完全凝固,用铲子分成小块 炒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鸡蛋装入盘中 再撒上一点葱花 淋入一勺生抽 再淋入一勺的小末香油 好了,一盘非常好吃又解铲的水炒蛋就做好了 这道菜有个特点,就是看着好像很普通 吃起来却非常的好吃 我家隔三差五就要做一次 所以吃了几十年还是喜欢这个味道 真的特别的好吃 好了,喜欢就赶紧在家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